为了能实写军旅梦 体重超标的我 在第一次夜宾失败后 用半年时间减掉十公斤 现在是我在部队的第五年 我在港楼上 数过一天24小时的每一分钟 连城三点的哨位真的很冷 训练场上春夏秋冬 不有滋味 你体会过汗如雨下的痛快吗 出入军营时 曾为了走起对练 磨破脚弓 也没停止训练 想裂好器械 一次次私下卷起的皮肉 如今双手买是老姐 有人说 部队生活注定是枯燥和寂寞 但我知道 经历过摸爬滚打 才明白我为坚持 所握钢枪 才体会得到责任的重量 我是一名武警战士 奉献青春就是我的荣耀